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章的这个历界选择题的部分 食物中营养素呢 在人类人体内具有不同的作用 下列哪一个是正确的 蛋白质呢 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结构的主要物质 这个是对的 脂肪是能量 这个写错了吧 能量所需的主要来源 应该是电 应该是糖类 所以如果这个应该是糖类 然后呢储存能量主要物质应该是脂肪 然后呢什么进行各种生理活动所需的基本物质呢 这个应该是维生素 OK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对调了 全部打乱了 第二题食欲不振 这一题你看食欲不振的 它的答案是维生素B1 这个其实蛮冷门的 这个是同考题 曾经有出过这一题 所以食欲不振呢是缺了B1 还有那个心 所以这里看一下它有哪一个选项 第三题 长期不吃蔬果 这个不爱吃蔬果 然后长期下来有什么影响呢 应该是缺乏了维生素 或者是纤维素 或者是纤维素 所以这里要选项来讲的应该就是要选维生素了 维生素 无基岩就 无基岩其实还有很多方面可以摄取到 所以维生素会比较 关键 那纤维素也是比较关键 没有吃早餐 低血糖 然后呢会有头晕 那你最快速的当然就是补充糖分了 哪一个会有糖分呢 很多同学会觉得是面包 但是你在看清楚 巧克力饮料 注意啊 液体类的会更加容易吸收 OK 你面包你还要再 你还要再咀嚼啦 然后呢又要再进行消化了 整个呢其实很慢 但是液体类 它整个流下去直接去到小层了 所以液体类呢 如果你要补充什么东西 液体类就很快了 OK 所以这里呢 这个题 从小的粒介题 非常有点 要用了 要用了 所以答案应该是巧克力饮料 第五题 网上看不清楚维生素B 呃呃 维生素A sorry 胡萝卜啊 你看到胡萝卜呢 你就选了 OK 那豆类跟糙米比较像是B 维生素B 番茄 番茄有维生素C 也有维生素A啦 但是主要关键你要看胡萝卜就对了 呃 蛋 豆 豆类跟肉类 这个是电 蛋白质 奶油跟肉 鱼肉这个是蛋白质跟那个脂肪啦 第六题 选两个 缺乏盖制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会有狗篓病 会有折出重症 这两个 然后 甲状腺总大 这个是呆小症 呃 这个是点啊 缺点的情况 胃蜡 胃蜡下降 影响食欲 好像是新 好像是新 第七题 哪一个是正确的 维生 维持人体正常活动所需的就是维生素 这个对的 其他错在哪里呢 人体所需的能量主要来源应该是糖类 组 组成细胞结构主要的物质应该是蛋白质 储存能量呢 应该是脂肪 啊 所以这里都是错掉了啊 然后 勤蛋 肉类 鱼 牛奶 大豆 这个是丰富的蛋白质啊 应该是蛮明显的 苹果浆 然后用非零食剂 你自己看非零食剂 你就知道它在检验什么嘛 还原糖 对吧 所以呢 还原糖呢 是最后它会怎样 会有砖红色的沉淀 这个是非零食剂 有还原糖的证明 证明什么呢 含有还原糖 其实你只要知道 其中一个 你知道结果 或者是你知道它是检验什么的 你答案就很明显 就可以看出来的 第十题 这题我放在了小节练习那边了 如果每公斤 需要1.2克的蛋白质的话 45公斤 每一天就需要5-4克 你自己一乘一下就可以了 晒太阳能够合成什么呢 合成维生素D 晒太阳是合成维生素D 修 发育需要修 受损的这个细胞的修复 这个是蛋白质 需要蛋白质 维生素跟哪一个功能配对是不正确的呢 维生素A 会促进血液凝固 防止嗜血过多 这个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好像没有提到吧 这个好像 反正就不是维生素A 维生素A是那个 夜盲症啊 夜盲症啊 干眼症啊 这类的 第14题 哪一个是可以通过饮食来改 改善的 夜盲症 是缺乏维生素A 脚筋病 缺乏维生素B 化学症 缺乏维生素C 这些都是可以由 饮食来改善的 艾滋病是病毒的感染 基本上你做不了什么 到目前我们也没有办法 想到方法来治疗这个艾滋病 然后猪乳症呢 是这个内分泌失调 这个小的时候呢 缺乏这个 生长 生长急促 对这个也是 做不了 而不是由 饮食可以改变的 射盲这个是天生的啦 这个是 遗传病来的 所以你遗传到了 你也不能说 改变饮食来 来纠正它 糖尿病严格来讲是 严格来讲 应该是可以的 就是你不要吃糖嘛 你就是 减淀粉嘛 但是我们的课程呢 就会认为说 它是这个内分泌失调的问题 因为你的 预导素 分泌不足 所以 所以根据我们的课程 我们是把它 归类成这个 内分泌失调 所以 so 你当它 内分泌失调了 坏血病是 维生素C 这个可以 然后呢 狗乳病 诸鲁症 跟 枝端肥大症 这个两个都是 内分泌失调 ok so大概是这样子了 我们谈那边有 看了 ok 第十五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做了一个实验 它用花生人 就是花生米 大米 还有牛肉干 看一下哪一个能量 会提供最多 好 那这个实验错误 实验哪一个是 叙述是错误的 ok 正确答案是 哪一个错误 D是错误的 实验中水所吸收的热量 等于这个十度 实际所含的热量 这个其实不是 这个我们只是 只是假设它在身体里面 如果进行燃烧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估计罢了 它不是一个实际的 所含的能量之类 ok 所以这个要搞清楚 来这个是我们模拟 我们觉得是 差不远 差不远 主要是差不远 第一题A A是 三种的质量要相等 要注意挡风 不然会有偏 会偏小了 然后水的温度 跟它的能量的作为一个对比 就这三个都对 然后错的是第一 我们不能讲等于 我们只能讲说它是 接近 我们只是讲接近 第十六题 第十六题 X没有什么 这个应该是有 有一个表 双缩尿氏剂 如果有 蛋白质的话 它会呈现紫色 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蛋白质 苏丹酸会有橘红色 这个应该有脂肪 银朵酸会呈现无色 这个应该是有维生素C 非磷氏剂会有 钻红色沉淀 这个应该是有 还原糖 所以它没有什么 它应该没有蛋白质了 所以这题A 没有蛋白质 应该有蛋白质 应该是呈现紫色 第十七题 食物中的营养素 在人体有不同的作用 哪一个是正确的 蛋白质是组成人体细胞结构的重要物质 这个对 脂肪是提供能量的主要来源 这个应该是糖类才是 维生素 储存能量应该是脂肪 然后呢 这个生理活动所需的基本物质 应该是维生素 这题好像跟前面那题重复了 我们在购买食物的时候呢 食物包装上的有什么内容 除了厂家的地址 这个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然后食物中 来一个 它吃了早饭后会有 比较暖和了 主要是提供能量 哪一个主要提供能量 当然是糖类 好 所以大致上就这样子